咖啡店呢 今天呢我们来做一期这个泰国的一个精品咖啡品牌的 卦尔咖啡的一个适科分享 那这个卦尔包呢 我之前在去探店的时候 无意的就买些包 其实是想尝试一下吧 因为我基本上去每一个精品咖啡店 他们有卖卦尔咖啡啊 咖啡豆啊 我都会尝试着买一点 那结果我有一天在喝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哇我的天哪 它的这个卦尔包太惊艳了 我自己就尝试着又重新网购了这么两盒 它这个比较奇葩啊 这个数量 我以为是十包的 结果它里面只有七包的卦尔 这里面的七包呢 其中有四包是单一品种的 有三包呢 它是拼配的 那单一品种的呢 有巴西 宏都拉斯 哥伦比亚 然后呢有泰国的产区的 拼配有 very berry blend 这个看起来就非常水果 对吧 你看有各种的莓果 dark blend pulse blend 它的包装上面画的是什么 它里边咖啡豆的风味就是什么 好清新的历史味 那巴西的这个呢 它这个闻起来就比较传统一点 哥伦比亚 还有红多拉斯 少一个杯子 不好意思小伙伴 就是拍到一半我发现少了一个杯子 然后呢我就让这个酒店公寓的阿姨带了一个杯子过来 条件坚苦啊 好小伙伴们 忘记跟你们说了 它这个卦尔的这个价格 一包呢是50泰铢 也就是这一包是10块钱的人民币 这个价格真的有点贵啊 因为它所有的包装上面都没有写它是什么助理法 所以说我就打开他们的这个网店 它这个网店上边它的产地是 麻松浪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啊 应该是青莱或者是青麦那一块 特殊处理法 但是它这个特殊处理法它是用泰语写的 我也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荔枝的这一块 闻起来它就是这种淡淡的荔枝的味道 哇它这个荔枝和咖啡的味道是结合在一起 然后进入到你这个口腔里面 它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处理方法 我觉得以我来说我还是能接受的 它本来就是这种带点酸度的这种调调的咖啡 它有了荔枝的这种香气了之后 我觉得它的融合度是比较高的 整个我觉得这个喝起来真的好舒服 巴西的这个 闻起来它就是感觉有点终身烘的 喝起来蛮干净的 有那么一点点和果的这种感觉 但是不是很明显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正常的处理法的这种咖啡 整体会起来蛮顺的 但是如果要是按照每包10块钱的价格来说的话 那这个巴西我个人觉得是太贵了 如果要是每天都喝两三包 还是有点小奢侈的对不对 赚上一包10块钱的话我肯定不会买 如果要是一包3块钱的话我可能会买 哥伦比亚 闻着也是很明显的这种草莓的味道 单独闻它的味道的时候呢 它的香气觉得是有种轻飘飘的这种感觉 但是喝在嘴里面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草莓的香气和咖啡的这个味道 它也是交融在一起的 它不是分离开的那种 然后这款怎么说呢 它喝起来是有这种淡淡的香草的这种香气的 但是呢它的这个香气和这个咖啡的匹配度来说的话 就顶多到60% 70%的样子 香草的这种香气和咖啡有那么一点点的被分离的这种感觉 自己不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一款 但是呢也不讨厌 单品的这四款下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泰国本地的豆子 一个是哥伦比亚的豆子 我觉得这两款我个人来说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接下来再试一下拼配的这三个 这三个在整体冲泡的时候 闻起来这个香气就是非常典型的 中森烘焙的这种坚固可可的这种感觉 它喝起来就真的很berry 就跟我刚才喝的荔枝的那个是感觉很像的 比较融合的 就是他们相处的很好 不是那种你玩你的我玩我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它一定也是这种特殊处理法的咖啡豆 但是呢它没有具体的去写是加的是香精或者是香料 但是喝起来的话对于我来说我还蛮喜欢这种味道的 没有那种抵触感 ok再喝一下这个 嗯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杯普普通通的瓜儿黑咖啡 但是干净度蛮高的带有一点点的酸度 虽然说它是叫dark blend深红的 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酸度在的 喝下这个house blend 这杯和dark blend非常像 但是它的酸质更明亮了 有一点点的茶的这种茶感的感觉 更加的活泼翘悦一点点 所以说我个人更喜欢它的house blend 整个喝下来的话你会感觉到它 它不管是特殊处理法的还是普通的这种水洗日晒处理法的 我觉得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干净度很高 有明亮的酸 然后特殊的处理法呢它的这个水果的这个香气呢 融合感也蛮好 除了就是那个刚才的那个香草的 我个人觉得自己可能有一点觉得有点小奇怪 其余的那个草莓的荔枝的 我觉得融合的都还蛮好的 包括这个berry的 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平时有没有喝到过类似这种特殊处理法的 可能有的是加了香精的 有的可能是加了香料的 对于这种特殊处理法的咖啡 那你们会不会喝 能不能接受 欢迎大家留言弹幕 留下你自己的观点 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我刚才忘记说了我们的最后的这个英文的slogan了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